屏東檸檬首發團 豐貴起航拼經濟 三年多來在企業幫助下 酸溜溜的屏東檸檬 靠榨汁冷飲吸進成功 從農田走上餐桌 台灣檸檬從屏東走到海外 屏東縣長潘孟安 和文教基金會創辦人魏映沖 手牽手替農民找新商機 兩大在入投資企業 包括便商店 速食店聯手合作 2018年收購的檸檬鮮果 高達6500噸 以一顆檸檬平均長度換算 能堆疊出8877座台北101 绕行台灣3.97圈 累計三年來採購金額超過3.3億 品歸的建立跟加工廠 大家一起合作整合 才能見過這樣的一個模式 深耕氣作 眾農民拼出口 力推南台灣農產品 打造新農業模式 年年再創 綠金奇蹟 三星新聞張晃明 屏東採訪報導